本视频由边外书从制作 寻寻 秘密 第一集 莲花湖 名字听来小家子气 却是大湖 极大的湖 湖边住着大仙家 姓江 仙家的大小姐 也是江氏的大师姐江艳离 最近跟着他母亲修炼的 只传女不传男的法术 颇有些火候了 总爱抓小师弟们练手 把人变成条泥丘 或者变成只兔子什么的 小师弟们修为不深 落他手里 一时半会变不回去 如今还算好的 他能变出会动的物了 之前把江姓师弟变成一朵莲花 江姓就站在湖里风吹日晒 整一个白天 还爱雨啃 献回原形的时候 黑得连宗主都认不出他了 以为府里馆采办的杂役 要说起来 江明师弟更要哭了 更早时候 大师姐只会变死物 将他变成张凳子 好巧不巧 被府里最是壮硕的江松廷长老 看重 一屁股坐下两个时辰不起 师弟们远远绕着他走 没办法 江燕离只好抓自己的两个弟弟 一个亲弟弟江成 一个养弟弟魏无羡 这两人仗着一高道也不抗拒 正好也较量 一下自己的修为 能够越快变回原形 就是本事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没有龙 金怪也行 莲花湖接完江 湖里成金的大妖小怪不少 这不就有一只成金的千年老棒 在完江兴风作浪 来斩妖的是一名白衣飘飘 神仙模样的少年公子 小公子斯文俊秀 用剑却勇猛 老棒妖到身轨 双方上天入水 从天明杀到日落 老妖被逼得走投无路 自爆妖身 小公子也精疲力竭 受妖棒爆身一击 扑通直至水底 正正落在一张雪白的大床上 小公子挣扎想起身 却实在没力气 眼睛灵慧的一扫 看出了端倪 这张床白的影影发亮 床顶也一样 是个棒壳 这么漂亮的棒壳 可不是普通的湖棒能有的 既然还是空的 那就一定是被自己杀死的 那只老妖棒的棒壳了 还看见了自己一不蔽体 虽然自己逃得及时 没被老妖棒自爆震伤 但是衣服震碎了 小公子有些羞又有些愁 不如就先捏了个碧水绝 在这里好生歇回力气 再趁天亮前 神不知鬼不觉前回家吧 小棒精 小棒精 小公子是被一个声音唤醒的 他睁眼却没看见人 小棒精 你醒啦 声音又在唤 还很激动 这次 小公子寻着声音终于发现了 就在床边 不 棒壳外边 一双乌溜溜亮闪闪的眼睛 在看着自己 定睛一看 啊 倒是一张俊俏人脸 拖着黑不溜秋的长条身子 只怪棒壳白的亮眼 便衬得壳外水底格外黑暗 无法失误 小公子突然意识到 自己几乎是赤裸地躺在这张明亮洞开的壳里 立刻大就 谁叫这不是自己的壳 他不会怎么闭上 正要恼羞感人 对方先问了 小棒精 你叫什么名字 小公子心念斗转 对方不知道自己是人 既如此 好像就没那么丢脸了 蓝忘机 棒精有气无力地说 啊 我叫魏无羡 我是一条善于 善于精 魏无羡欢快地说 为了显示自己 真是一条如假包换的善于 他特意在人眼前 水花乱溅地弹跳了几下 好让人看清自己全貌 魏无羡这时候 庆幸自己 被大师姐变成了这么一条善于 善于精跟棒精 听起来就显得那么清净 他本来早就可以自己 变回人形了的 偏巧望见了水底 这只亮光闪闪的大棒 游过来又看见了 颗里的睡美人 皮肤白得几乎根壳一样颜色 还娇嫩欲低 住在莲花湖边 水里妖精见过不少 没见过这么好看的 趁着扑腾 他滑溜溜的肠尾顺势一甩 在人家无遮无眼的脚白 可人的大腿上抹了一把 触感太好了 要说不是棒成精变的 魏无羡不信 魏无羡心里想抱人的念头 摁不住 哎 小棒精 水里有点冷 你的窝这么大 让我也进去暖一暖吧 魏无羡振振有词地恳求 不等人回答 自己一跃就挤进小美男身边来了 蓝旺鸡惊愕 转念一想 这可本就不是自己的 就好像路边长凳 自己做了一头 凭什么不许别人做另一头呢 两人一挤 蓝旺鸡才觉出 身体下有什么东西的肉 他伸着还没什么力气的 手到腰下勉强拨了拨 好像是圆的 一拨就滚开了 魏无羡居然有点主人翁意识 真诚教育人说 你以后不要晚上开着壳睡觉 免得被路过的坏妖精看见你 幸好今晚是我看见了 他淋漓一发 头顶的壳啪得盖下 魏无羡觉得 本来嘛 一条扇鱼跟一只棒摆在一起 没什么 就算抱一抱 也是相亲相爱水族一家人吗 棒壳一盒 黑灯瞎火 滑溜溜的身体触碰着 蓝旺鸡不自在 魏无羡也不自在 魏无羡说的没错 是取暖来的 两个人原本都是凉冰冰的身体 很快就都不凉了 蓝旺鸡灵力没恢复 身体软绵绵地被缠绕着 黑暗的小空间容易犯迷糊 不知不觉地 两人都觉得彼此贴得舒舒服服 魏无羡什么时候把身体变回 有手有脚的 自己都没意识了 蓝旺鸡也没意识 仿佛是极其自然的事 棒壳里的一夜有点乱 不 是很乱 然后 两人抱着睡着了 魏无羡醒的时候 咪着眼抬手一撑 棒带打开 两人的眼睛一下睁大 看见了对方也看见自己 仓促间双双弹开一条缝 哎 蓝旺鸡 早上好 魏无羡很有礼貌地堆着笑 不管怎么说 自己是一个披着妖精皮的人 面对一个妖精 心理上占据优势 不必那么羞耻 蓝旺鸡美得不可方物的脸紧绷着 撇了撇被甩到棒壳一余的魏无羡的衣服 灵力恢复了 可是天也亮了 魏无羡不知道棒鸡在打自己衣服的主意 不过 蓝旺鸡很快换了主意 他对善于精修答答冷冰冰的命令 替我买身衣服来 魏无羡眼珠一转 他没衣服 大概是刚修出人形不久吧 都跟人家春风一度了 送人家一套衣服 太应该了 魏无羡殷勤地说 好啊 你喜欢什么式样的衣服 随便 蓝旺鸡捶着眸 有点烦 有点急 魏无羡是个麻利的人 飞快穿起丢在棒壳里的自己的衣服 叮嘱说 你等我呀 他身子一窜 出棒 反身拉下棒盖 心想 可不能叫别的眼睛 把光溜溜秀色可参的小棒筋看了去 他一眼瞟见 小棒筋后腰旁有一颗圆滚滚大珠子 跟小棒筋皮肤一样白一样亮 没顾上多想 哗啦啦出水 欢欢喜喜走了 江市在云梦 可算人尽皆知 魏无羡将将家御牌 随便往云梦哪家商铺柜台上一摆 想压多少银子压多少 很快 魏无羡回来 从乾坤袋里掏出赤城黄绿青蓝紫 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里外衣裳袍子 不止这些 还有银棺玉佩戴帽簪 靴子扇子四帕子 也都是每样好几款 洋洋洒洒洒叮叮当当 棒壳里都塞不下了 魏无羡觉得这些当然都是自己的全权心意 但蓝忘机却皱着眉一副不忍直视状 翻了翻 挑出一套白色的穿上了 有一副遮羞 小蓝公子的气势陡然不同 如寒梅傲雪 美得炫目 也冷得逼人 哼 还显得冰清郁洁 是要翻脸不认人 眼看小棒精一句话不说 抬脚就要出棒壳 魏无羡急 你不同我一起走吗 你穿起衣服 难道不是为了 跟我像一对逼人一样 上人间携手游玩吗 蓝忘机转过身来看看他 低垂着的乌黑密节扑闪 说 谢谢你 魏无羡心头委屈 蓝忘机好像也觉得有些不好过 眼皮抬了抬又垂下 语调悠悠地说 人妖殊途 无羡 你保重 人妖殊途 四个字敲在魏无羡心里嗡嗡回响 他愣了愣 是啊 人妖殊途没错 可是他没意识到 这四个字 由小棒精嘴里说出来 有什么问题 魏无羡眼睛忽背金光一晃 他又瞧见了 可里那颗大珠子 顾不上什么 掌心一动 额蛋般大的珠子 吸到了他手里 他积极拽住刚一飘身 离壳的小棒精 哎 蓝忘机 你昨晚下了颗珍珠 喊完 他转着眼珠 将人由至下扫着 简直是在大张旗鼓地推测 这颗大珠子 到底是从人身上 哪个器官掉出来的 反正不会是他嘴吐出来的 要不自己不会没感觉 蓝忘机受不了他的眼神 脸色一变 不是我吓的 魏无羡看了看他 狐疑 那是谁 吓在你的窝里 神色里口气里毫不掩饰的酸溜溜耐人寻味 蓝忘机脱口就想否认 也不是我的窝 但是嘴巴及时闭上了 一晚都承认了 犯不着领走反悔 重要的是 不想让小善于精知道自己是人 昨晚跟你意外的不是什么棒精 是人 蓝忘机抽出被拽住的一脚 冷冷说 我要走了 只恨不得立刻离开这荒唐的地方 魏无羡恋恋恋不舍 哎 你的珍珠不带着吗 你 自己留着吧 蓝忘机一眼也不想看那颗珍珠 一句也不想多说 一刻也不想多待 走了 魏无羡正正正地捧着珠子 江家是豪绰世家 府里不乏金珠玉宝 他看得出这颗珠子不同凡响 然后想到人家神经鬼陷的美貌 这样的身体里掉出的宝能普通吗 转瞬想到这是人家跟自己一夜欢好后下的珍珠 他醍醐灌点 啊 难怪他说叫自己留着做纪念 魏无羡贴心地替小棒精关好家门 依依不舍地走了 江燕离见到从门外回来的一身湿淋淋的弟弟 惊喜万分 不是惊喜于弟弟终于回家了 是惊喜于自己居然功法大成 连弟弟如今的身手都要历经了一夜 才能献回原形 魏无羡给姐姐和弟弟们看了珍珠 说是湖底的小棒精送给自己的 江燕离识货 叮嘱弟弟收好 这么大颗珍珠 世上罕见 魏无羡在府里无所事事时便将珍珠拿出来摩索着 想念小棒精 他也曾捏着碧水绝下去访友 但是小棒精不在 棒壳也不在 有一天 他正带着师弟们在山上设风筝 一道福信来将他召回府里 江燕离一脸凝重地走出仙府门口迎他 出什么事了 他问大师姐 江燕离威威道来 今日父亲在府内走动时 隐约感知到一缕极细的妖膝 无从查实 不得已搬出阵法 终于锁定妖膝潜伏在你房中 我房中 魏无羡惊叫 对 就在那颗蛋中 蛋 魏无羡又惊叫 江燕离解释 就是你上次从湖底带回来的那颗珠子 父亲亲自以振兴之力 探查出里面的妖膝 且在成长 无羡 它不是什么珍珠 是一颗妖蛋 妖蛋 江燕离识破天惊 轰到他脑袋里思绪混乱 既然这么大的动静 魏无羡不敢隐瞒 对着宗主和夫人招任 被大师姐变做善于的那碗 和小棒经在人家壳里风流一夜 然后 生下了这颗珍珠 哦不 是蛋 荒唐 宗主斥责 紧跟问 是你们俩谁生的 魏无羡错愕 当然不可能是我生的 可是 魏无羡糊涂了 小棒经也明明白白是男的呀 一家人将在那里 宗主夫人忽然对着女儿立合 阿黎 你那天将阿县变成的善于 到底是男是女 啊 难道问题出在这里 江城朝着魏无羡瞪大了眼睛 一脸惨不忍赌撞 江燕离也惊了 结结巴巴道 我 我实在不知道 宗主疑惑 问徐的眼光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难难 我 也实在不知道 我以为我是男的 他抓住江城 那天你见过的 你看出我是瓷得熊的吗 江城翻白眼 脸是男的没错 但你黑须须一长条 身上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没 我怎么知道 魏无羡被变成善于 只顾着游水了 身上有些东西用不着的时候 他哪里会注意 但那晚那某些东西 肯定是用了的 只是昏天黑地 魏无羡连什么时候 从善于变回人形的 都不知道 更别提 两人你来我往 万一还在做善于的时候 被人戳了怀上磕带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魏无羡心里五味杂陈 江城证据 姐 你这法术修炼得如此邪门 宗主夫人呵斥 阿黎 你学意不惊 宗主发怒 阿黎你以后不许 再拿师弟们练法 转而皱起眉 关切问魏无羡 阿羡 你可确定 那颗蛋 是你与他事后所生 若不是自己与他 难道是别的妖精与他生的 魏无羡不相信 看起来那么冰清玉洁的小棒 竟在从前还跟过别人 颠乱捣缝 虽然他跟自己胡闹一夜后 看起来也还是那么一尘不染的样 这么举世无双的漂亮珍珠蛋 如果不是自己亲自和小棒精生下的 魏无羡心里不甘 灵光一闪 他想起小棒精离去前 留给自己的那句话 你自己留着吧 记忆里自动绿掉了冷漠的语气 替换作情深款款 煞时 小棒精的郑重嘱托 朝朝若揭 要是小棒精跟别人的蛋 他怎么可能丢给自己 答案当然是 这是魏无羡自己的蛋 是魏无羡自己跟小棒精生的蛋 魏无羡泪花闪闪 坚定说 江叔叔 他是我的蛋 江峰免脸着何须 开明道 妖物千奇万壮 若是修炼成精 身兼雌雄双性 也不是不可能 无论此蛋是你或他谁生下 只要是阿县你的骨穴 我们便要好好养育他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寻寻 秘密 第二集 魏无羡拼命点头 小棒精托付给自己的任务 不就是养育好两人共同的仔吗 宗主语重心长 我将是不是拘泥古板之族 只要不存恶念 妖便算不得坏 鲸鱼修炼一样 德正仙道 阿县喜欢的人 我相信不会有差 若你真心喜欢那棒精 尽管请他来我僵侍 魏无羡感动坏了 这话得赶紧告诉小棒精去 魏无羡对大珍珠轻拿轻放 虽然他俨然看起来 不像普通的蛋那么脆弱 一摔就碎 宗主说了 这颗蛋不用阿县敷 他会自己长 魏无羡感到 对小棒精的思念 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了 而是悲剧化 手里的蛋 就是两个人爱意甜蜜的结晶 江城直指蛋 好奇 这里面的 我平生第一个侄子 他到底是人 是善于 还是棒 魏无羡不知道 自己也很想知道 如果他是小棒精生出来的 大概会是一只棒 如果是自己生的 大概会是 人 还是善于 江燕离安慰弟弟 找不到他另一个爹也没关系 我们会帮阿县一起养大他的 一想到蛋宝的另一个爹 魏无羡就激动 是一定要找的 虽然蛋宝的身世 只有宗主家人知道 但是师弟师妹们都被交代了 再连花壶打什么妖怪都可以 但是遇到棒妖局不能打 如果是好看的棒妖 尽量好言好语 哄人家来先府一游 大师兄会亲自接见 魏无羡落在手中 银白光滑的大珠子上的目光 变得慈祥 平心而论 他觉得 就算自己能生 无论是做人的自己 还是做黑布溜秋 善于精的自己 都生不出这么漂亮的蛋 大概还是小棒精生的吧 不过 也没准是自己生的一颗善于卵 小棒精给他裹上了一层珍珠皮 魏无羡懂 珍珠就是这么来的 就好像小棒精给蛋宝身上 趴盖上了一枚丝戳 这是我的 这么一想 魏无羡有点感动 小棒精不会不想要我们父子的 魏无羡有一天在茶楼里 遇见一个长得很美的男子 跟蓝忘机有七八分相似 穿一袭流云暗纹的雪白长袍 正读坐桌边 宜然自得的饮茶听书 魏无羡灵光乍现 觉得自家小棒精的身子 也应该套在这么一袭 重一缓带的白袍子里 才最配 金贵又出城 虽然春风一度后 棒精就如碧驴一样甩开了自己 但不影响魏无羡在心理上 骄傲地觉得 跟小棒精是铁板钉钉的一家三口 魏无羡想问问 那身华贵白袍子 在哪里买的 他大大方方走过去抱拳道 我乃云梦江市门内魏无羡 敢问这位公子 高姓大名 魏无羡也生得风姿卓绝 一派少年仙侠气度 两人眼睛对上 自然惺惺相惜 那公子也大大方方面赴春风道 我乃姑苏兰是兰西辰 啊 也姓兰 魏无羡感到亲切 你认识兰旺鸡吗 兰公子一笑 坦然道 正是设计 莫非魏公子与他是朋友 啊 是大伯哥 魏无羡激动 但是 转念一想 看来小棒精没告诉家里 他跟自己的事 魏无羡点点头 道 嗯 又问 你家既在姑苏 想必是碧灵湖中的棒族 棒族 蓝大公子愣住 心念电传 难道忘记 告诉他 自己是棒族 他满含笑意 不置可否地试探道 是忘记告诉魏公子的吗 魏无羡诚实答道 我只知他棒精身份 他却不曾到家中情况 一个月前 他游玩至云梦莲花壶 与我一见 魏无羡虽然一向脸皮厚 却突然羞涩 生生咽下清新二字 道 如故 他心中替人开脱 瞧他兄长这般斯文儒雅 想来家教端言 所以这颗丝生蛋 只能暂时留我养育 蓝大公子心绪翻滚 忘记缘何跟此人伪称棒精 无论如何 自己没有戳穿的理 魏无羡眼睛在蓝大公子身上上下打量 认真问道 听闻棒精修炼至高阶 可以雌雄同体 蓝忘记便是如此吧 大公子也是吗 蓝大公子 被他咕噜噜的眼睛扫得已经不自在 在听他语出惊人 不假思索脱口否认 我不是 雌雄同体是什么鬼 蓝西沉起鸡屁疙瘩 魏无羡惊讶 大公子怎会与忘记不一样 我和忘记不是 蓝大公子一咬牙 不是亲兄弟 是一兄弟 自己干净抽身要紧 魏无羡恍然大悟 心底由衷赞叹 一兄弟也能长得这么像 他问 那大公子也是棒精吗 蓝大公子毫不犹豫 斩钉截铁 我不是 我是人 魏无羡又呕一声 不由赞叹蓝大公子 与妖精结义 真乃好大胸襟 他转而失望问 那大公子可知忘记他在何处 蓝大公子镇定车谎 我亦难得见他 忘记喜爱云游 四海为家 魏无羡怅然失落 眷眷诚恳道 大公子若再见他 烦请替我传一句话 蓝大公子当然痛快答应 魏无羡想了想 悠悠道 问他 可还记得莲花湖畔的善于精 善于精 蓝大公子看着魏无羡告辞离去的潇洒背影 有点震惊 这姿彩风流灵气外溢的少年 竟然是一条其貌不扬的善于成精 风和日暖 魏无羡神游天外 莲花湖底貌若天仙的蚌族 小皇子要招亲 于虾瀉被千姿百态的水族画像 争先恐后地递来小皇子面前一幅幅抖开 小皇子被侍从簇拥着 冷冰冰的脸 只在见到一条善于的画像时露出一喜 伸出白嫩嫩的指头点了点 侍从们欢欢喜喜收了画卷 奔去禀告老蚌王 老蚌王于是昭告 指明要跟善族联姻 于是五湖四海 但凡成精的善于都闻讯赶来莲花湖 挤得都要游不动了 莲花湖的水望过去 简直是一片黑茫茫 乌不溜秋的善于精们 一条条排着队捧着奇珍一宝座见面里等着见棒皇子 棒皇子一张张善于脸看过去 又瞥一眼礼物 没有满意的 为无限星朝澎湃 小棒今想招亲的是自己 只有自己手里的大珍珠 才是小棒今想见到的礼物 是定情的信物 是爱意的结晶 是他们的仔 扑通一声 江姓师弟大叫 哎 大师兄怎么跳水里去了 好好的几个师兄弟 坐在静暗的湖中 亭子里钓鱼 瞧着魏无限昏昏欲睡 江城正要带头嘲笑他 一条鱼没钓上来 他这是要下去捉鱼吗 魏无限泡在清凉水里 一下子醒过来 他水性好 哗啦几下 把师弟们要咬沟的鱼都惊走 然后爬回亭子 师弟们大声嚷嚷 他不理 在魏无限的觉悟里 跟单身的师弟们 有时是不能在一个语言层次的 魏无限想起小棒今惊人的美貌 金贵的气质 还有那个华美的绝非繁品的 庞大棒壳 这些都昭示着小棒今 绝非一只寻常小妖精 也许真在他的棒组里 身份尊贵 那么被长老逼迫联姻 不是不可能 魏无限觉得 屁股底下全是小戳子 戳得自己坐不住了 夜晚 珍珠弹闪闪发亮 难道是宝宝快孵出来了吗 魏无限决定去找到小棒今 找到蛋宝的另外那个爹 无论山长水远 小棒今的一兄 说他云游四海 总归离不开水 魏无限辞别僵士 就从岛外码头出发 一个烧工 一夜偏周 悠悠驶出莲花湖 沿江漂流 水上船来船往 都看见那小周 闲侧不分日夜 总是坐着一名 风姿偏然的少年 幽思绵长壮 魏无限有很多话 想告诉小棒今 告诉他 你对我说的那句话 我听懂了 告诉他 我们的蛋 你放心 我护得很好 他快要孵出来了 告诉他 我其实不是善于精 我是人 我家江叔叔不嫌弃 你是妖 我们可以在一起 那小后生长得可真据 过往传家嘖嘖称道 比小后生俊俏相貌 更引人注目的 是他手里总是捧着的 一颗异异光闪的大珍珠 水上行渡的 不但有渔翁连扫 也有商传画坊里 各路深藏不露的周客 随波漂流的周中夜晚 魏无限做梦 梦见小棒今 小棒今不是不找自己和蛋宝宝 是江里的水妖王看上了他 逼他做女婿 小棒今一心牵挂自己和蛋宝 当然誓死不从 于是 穷凶极恶的水妖王将小棒今 镇压在冰冷黑暗的木西潭洞底 还派了道横高深的千年大王八镇守 自己历经艰难险阻 闯入木西潭批动旧夫 与小棒今 联手屠杀了大王八 然后自己从怀里掏出贴心窝子 珍藏的蛋给小棒今看 小棒今握着自己捧蛋的手 热泪盈眶 眼泪砸落在蛋上 蛋壳就在两个人面前裂开 他们肥肥白白的宝宝 就在这时出生了 长得既像自己 也像他 另外的梦里 自己有点苦 宝宝都踢爆蛋壳出来了 另一个爹还没出现 自己既当严妇 又当慈母 寒心如苦 一路巡浮一路养娃 还教了娃一身高强本领 小小年纪出类拔萃 哦 终于有一天 虾兵蟹将来接他们父子 原来小棒今 当然不是不要他们了 是因为要一统江湖 自命意义的江河湖 所以才顾不上找他们 如今小棒今在江河湖称王 一家三口相认 小棒今握着他的手 热泪银矿道 这些年辛苦你了 无限 魏无限原谅他了 梦里的魏无限疑惑问小棒今 但 到底是你生的 还是我生的 小棒今神采奕奕 是我们共同生的 哎 魏无限觉得他说的当然没错 可自己要问的不是这个意思 他想知道的是到底从谁身上掉下来的 可是梦里的小棒今没给过他答案 江上月黑风高 船亭靠炉尾荡 魏无限在舱里抱着亮银银的蛋 做着关于小棒今的梦 烧工也早收了奖 睡在舱头 一条没有灯的快船 悄无声息的挨近 蒙面黑衣人立船头举着一根长主管 朝着小舟的舱中鼓吹 绿色浓雾自主管源源不绝涌出 将小舟吞没 魏无限本不是这么不警觉的人 大概是因为思念实在太深了 也大概是因为梦境实在太美好了 总之他没有醒来 黑衣人将主管往腰带里一插 纵身越过那边舟上 钻入船舱 身形一看便知是有高身修为的 他很快回来这边船上 手势一挥 飞快驶离 行至空旷江心亭讲 船上两人抹下面罩 露出贼头鼠目的脸 先前那人掏出用黑布包裹的遗物 黑布里隐约透出亮光 黑布打开 舱中煞难明亮 另一人惊叹 果真是好大一颗夜明珠 哥 咱们这回可发大财了 那哥哥点头道 我用了一只上品炼丹炉在不夜天换来的 这迷魂要值得 那小子修为不低 其他要还弥补倒他 第二日 魏无羡醒来 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坐起身东看西看 猛然意识到 是怀里少了磕蛋 魏无羡一惊跳起 烧公当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烧公烦人一个 不敢也不能从修为不俗的 僵士少侠怀里 把人家抱着睡觉的宝贝偷了 坐在船前 魏无羡欲哭无泪 眼前滔滔江水 都不抵自己心底汹涌嚎啕 当务之急不是寻服 而是先赶紧寻回蛋 否则 数年后某一日在街上 见到衣衫蓝绿断手断脚 我干净脸 居然有几分像自己的小孩 可能就是自己的青蛙 又或者菜市场案板刀下 待宰的某一条 善于待坡的某一只傍眼勾勾望过来 可能是自己认不出 却有感应的亲儿 魏无羡心惊肉跳 上岸 走在陆地上也是一筹莫展 魏无羡一路身心交瘁 这一日来到大城 不知是什么日子 城中显了人多 魏无羡先找了家 气派客栈投诉 云梦江市的大弟子 出门不输排场 对掌柜说要兼上房 不料掌柜到上房没有 最差的房倒是剩一间 您不要的话 估计去往别处 也找不到比这间好的 魏无羡诧异 旅店生意这么好做的吗 掌柜打量他 见他衣着贵气 猜测道 这位公子也是冲在那拍卖会来本地的吧 当然不是 魏无羡好奇问 什么拍卖会 掌柜道 原来公子并非为此而来 您有所不知 本城鼎鼎大名的多宝阁数日前早早放出消息 收到一枚鹅蛋那么大的夜明珠 受托公开拍卖 鹅蛋那么大呀 谁见过 怕是千百年出不了一科 所以消息一出 各地的有钱人都接二连三赶过来了 鹅蛋大的夜明珠 魏无羡一击灵 猛地攥住掌柜的手臂立声问 在哪里拍卖 什么时候 掌柜被他攥得生疼 结结巴巴道 就在明晚 最春楼的整座一楼都 都被包下了 开那个拍卖会 魏无羡愣了愣 松开手 急切问 那个 那颗珍珠 此刻在哪里 掌柜陪着笑道 就在多宝阁 公子若想提前见识 只要交一千两钉金 便可随时先看一眼 什么 我自己的蛋 如今想看一眼 还要花一千两银子 魏无羡汗毛炸了 多宝德能在凡人间和修真界 经营的风生水起 自然背景深厚 戒备森严 单枪匹马的魏无羡惹不起 也不想给江家人麻烦 本视频由边外苏同制作 寻寻 秘密 第三集 一日 夜幕降临 醉春楼华灯璀 门庭若市 魏无羡揣着坠坠心跳强坐镇定 或不迈入 好位子早早被位高权重 财大气粗的人先占据了 魏无羡寻个角落坐下 放眼一望 竟见俄观金带 既有凡人显贵 亦有先门精彩 一想到他们争够的 很可能就是自己和小棒今生的蛋 魏无羡说不清 心里是骄傲自豪更多 还是忧急紧张更多 七嘴八舌的声音灌入耳朵 那颗夜明珠我左可亲眼见过了 通体白的跟血似的 我敢说皇宫里都没这么大颗的 嘿 我还另外多花了二百两银子 就为了摸一下 哇 想不到那手感又光滑又细腻 魏无羡听的生气 哼 你们的脏手也配摸我的蛋 听说聂二公子志在必得 带了整整三箱黄金来 估计有几百万两 三箱黄金 魏无羡眨眨眨眼 真要这么贵 以后我跟小棒今天天生 宾客们一个个巧手以待 不觉中有侍女鱼冠而入 穿梭堂中将灯盏一一吹熄 怎地熄灯了 觉察过来的人纷纷亚异 很快陷入黑暗 竟然连二楼三楼走廊 也不见有光透出 来这里的人都不是没见过世面的 也不惊慌 就在众人凝身摒弃时候 正前方骤然一亮 但见高岸上端端正正摆着一颗 盈盈夺目的夜明珠 光彩明亮却柔和 仿佛有生命一般 好 席间爆发一声灵力十足的喝彩 这一声仿佛揭开了锅 嘖嘖赞叹 称其声雀气 魏无羡心脏一蹦 气血冲点 他可不就是自己的蛋 是自己与小棒今生的蛋 虽然他比十几日前离手之时更加明亮了些许 但魏无羡曾经朝夕将他捧在手 抱在怀 怎会错认 他可不是什么别人眼里价值连城的宝 是自己的蛋 是自己的仔 灯展重新一点上 真是开了眼 夜明珠我倒是有幸见过三颗 却从未见过品相这么好的 有贵公子晃着脑袋叹道 不知今夜谁能好手拿下他 嘿 你可听见刚才那一声叫好没 是兰陵世家宗主金光善 他那声故意发得灵力充沛 摆明是在威慑别家 别以为有钱就敢跟金大宗主抢宝贝 有人言之凿凿 只怕聂二公子是有钱无力了 谁都知道 仙门聂家这位二公子 情奇书画精通 修为却属实太低 魏无羡听着人们七嘴八舌 又急又怒 自己的钱比不过聂二 力比不过金宗主 难道要眼睁睁瞧着自己的蛋 被人抢走不成 这时 有人叫 多宝格是替何人拍卖 这举世无双的夜明珠 又是何来历 莫掌柜难道不给大家透露个底细吗 稍安勿躁 一名笑容可居的富泰中年人 应声上台 朗声道 莫某正要为诸位介绍 此夜明珠乃莫林苏舍 苏敏善兄弟 十日前于洪泽湖猎杀一头千年大棒所获 此番正是苏家兄弟托有本格拍卖 他仰手一指 靠前方的坐席里站起两名青年向众人拱手质疑 他们便是苏家兄弟 魏无羡陡然目光如电 他认出这两张面孔 记起就在诗蛋的前一个日间 自己抱着蛋坐在闲侧 见过此二人驾船 使过探头探脑 原来 是这二人偷了自己的蛋 魏无羡目自欲裂 火冒三丈 他护载心切 不管三七二十一 跳起来指着苏家兄弟呲牙骂道 原来是你们两个窃贼 趁夜偷了我的蛋 他的身子随身而起 斜着被夺子的滔天恨怒 飞破那拙 苏家兄弟万万想不到 会在这里被苦主当场叫破真相 那时在江上寄予魏无羡手里明珠 然后踩点 对魏无羡这张脸自然认得清楚 大惊之下 以为就是被他一路追到这里来的 脸色煞变清白 魏无羡双掌齐出 挟凶猛凌厉一边一个打来 两人心虚气弱 阿一声双双飞出爹地 魏无羡却看都不看人一眼 心中早有计划 要趁明珠一主钱夺下 他迅雷不及掩耳地 穿越蓝家兄弟那桌躲闪避让的空档 窜至展台岸前 一把抓起明珠塞入怀中 暗测不是没有多宝格的护卫 只是变故促起 都以为他目标在苏家兄弟上 谁知他虚晃一招 先来抢猪 魏无羡俯一得手 护卫已反应过来 纷纷聚拢坐视围攻 魏无羡拔剑 剑光灵力如漫天星雨扫空 身形趁势腾空 跃落二楼楼梯口 栏杆上仗剑挺立 他怒声道 这颗根本不是什么夜明珠 是蛋 他剑指苏家兄弟 方才这两人的反应 被他看在眼里 虽坚信不会辜错 他理直气壮道 这二人正是二十日前 趁我在周中熟睡 以下三滥的伎俩 偷走我的蛋 堂中虚声四起 墨掌柜不慌不忙问苏舍 那位少侠所言 可是实话 苏舍将心一横 拉住墨掌柜袖子道 夜明珠实乃我与地盏棒所获 你多宝格百年生育 岂容他一个小儿 众目睽睽下随便夺彩 只求墨掌柜替我夺回明珠 用尽我愿多付二成 魏无羡咬牙骂道 凭你们俩的本事也斩得了腰 我说了 他不是什么夜明珠 是蛋 是能孵出来的蛋 他的话毕竟匪夷所思 有人嚷嚷 哪见过蛋能发光的 天底下有着便宜事 买不起就抢 他怕是年轻 不知道多宝格厉害吧 聂二公子此时摇着扇子站出来 饶有兴趣地仰头问 既说是蛋 请问是什么蛋 这位公子可愿将你的蛋出售 魏无羡遗症 当然不能说这是自己小棒筋 一起生的蛋 说了也不会有人信 他这一迟疑 堂中众人便就鼓噪 连看起来好说话的聂二公子 都不大相信了 怀疑问 莫不是连你也不知道蛋里要付出的是什么 魏无羡当然不知道 是人 是善于 还是棒 但不管是什么 他都是自己的仔 可是这话也不能说呀 他无言以对 楼下更脆腾了 我们明明都看着是颗夜明珠 他凭什么说是他家丢的蛋 连什么蛋都说不出 还能不是糊弄人 这么大颗珠子 就算不是苏家兄弟的 凭什么他说拿就拿了 座上要数金光善金宗主 最老谋深算 早从苏家兄弟的猥琐怂样看出 不管少年说的是不是真 但此珠显然来路不正 不管是珠是蛋 看起来都像个宝 不如先弄来自己手上再说 他大模大样站起来皮笑肉不笑道 少侠的话空口无凭 难以服众 不若少侠将宝贝拿出来 由金某探一探 若真是一颗蛋 相信凭金某也能捏得出 魏无羡一听大怒 什么 你还想捏我的蛋 莫不是存心想捏碎他 我自己生的蛋 凭什么容你们说三道四 他见光一华 领然道 我于梦江氏以阵法探测过 他是一颗蛋 你们不信 我恕不奉陪 我乃云梦江氏弟子魏无羡 今夜过后 谁不服自管寻来云梦 方才说话间 他已看清唐中行事 话音一落 身形随之弹起 如药子翻空 指一下起落 足间恰恰点过半路 捏二公子的桌面 向着一桌凡人所作的窗边掠去 唐中不乏修士高手 纷纷抖出兵器 扑来截杀 魏无羡接了一招 更多的剑杀道 每一道剑芒 都光罗罗闪耀着 对他怀中宝贝的贪婪眼红 交织成带勾的网照向他 眼看无法脱身 突然一道凛冽剑光 自斜刺里扫过来 替他荡开所有杀鸡 魏无羡眼前白眼迷晃 他惊喜地大叫 蓝忘鸡 可不就是他心念念的小棒鸡 但保的另一个点 魏无羡顾不上想 小棒鸡是早就坐在屋里的 还是突然驾到 但总之就是 千军一发之际 神武非凡的小棒鸡 如天神降临 来救自己的蛋宝和蛋宝的爹 没有什么比这种时刻 更令魏无羡感动和振奋的 一家三口团圆在危难关头 夫妇并肩作战 在潮水般的歹人面前 保护共同的蛋宝 这念头令魏无羡热血沸腾 金丹爆发出 势不可挡的浩瀚灵力 你走 蓝忘鸡低声喝道 剑招灵力如雷霆撤电 挡在魏无羡面前 电光石火间 魏无羡又感动了 星朝澎湃叫道 一起走 一手拉着蓝忘鸡 身形一纵 双双破窗而出 两人一落到地上 撒腿就跑 身后霹雳啪啦的 一群人参差不齐的蜂拥追出 既然叶明珠的主人 到底是谁还不清楚 谁都想浑水摸鱼 说不定运气好 就落自己身上了吗 再不计分一杯羹也好 两人飞檐走壁 不约而同都往江边奔 身后追声不绝 来至水边 蓝忘鸡推人道 快跳 说着自己挺剑 朝着扑来的人群 勇猛挡杀 魏无羡愣了愣 立刻反应过来 蓝忘鸡是替他挡住众人 叫他水盾当他是善于精 魏无羡凶义激荡 奋不顾身冲上前 挥剑乱杀一通 一手扯过蓝忘鸡 将弹往他怀里一塞 一边挥剑杀敌 一边急急道 你快跳 你是棒鸡 你来水盾 蓝忘鸡自己知道自己事 也是一边盲退敌 一边将弹果断塞回给他 跳水之事 只能你来 小棒鸡斩钉截铁的 不肯丢下自己跳水顿走 这令魏无羡再一次感动坏了 但魏无羡从小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 爱情之花在他头脑里爆战 却没有使他迷糊 只使他更灵光 他一拉小棒鸡的手 那就不跳了 一起逃 刀光剑影的过了几招 两人一对眼神 双双腾空 树影里随即响起嗖嗖几声飞快远视 追 众人一盘散沙的乱叫 朝着各自认定的方向急奔 周遭彻底安静后 两人从黑须须藤蔓眼壁的悬崖壁翻越上来 蓝忘机 你也住客栈里吗 大敌一退 魏无羡从从容容 情意绵绵地问人 蓝忘机垂眸 显得有些惭愧 半路耽搁 我来迟了 想说的是连拍卖会都差点没赶上 所以也还没找旅店了 满脑子盘踞三口之家 念头的魏无羡一听他这话立刻打断 不迟不迟 哎 小棒金居然在内疚 没能早点赶来自己身边守护两人的蛋 魏无羡由衷的安慰人 一点不迟 蓝忘机 看到你来我特别高兴 蛋回来了 蛋的另一个爹也回来了 此时此刻 月华如喜 魏无羡深深感到是上天赠予他们人生的最大美意 反正闹出这么大的事 城里的客栈是不好再回去了 那就换一个城 对于会遇见的修饰来说 不是难事 两人一起站在就近另一座城的客栈里时 还不算很晚 胖胖的老板娘打量他们问 两位是要一间房还是两间 啊 这个问题居然忘记在路上确认好 两人连载都生了 还要分房睡 魏无羡当然不愿意 可是毕竟还没光明正大街道 上一次在水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偷情就算了 现在上岸 那么多双眼睛瞧着 蓝忘机还肯吗 魏无羡不说话 眼睛贴着蓝忘机 心里咕噜噜的转 万一他不肯 早知道哄他掏出棒壳 一起挤挤睡了 蓝忘机却也不说话 巴巴的瞅着魏无羡 老板娘可不耐烦了 副匪 瞧着两人相貌俊秀 气度不凡 却原来都是小气鬼 别看来看去的了 你们俩就住一间吧 反正床大 房飞一碗一两银子 是你们谁掏 魏无羡听着正中下怀的窃喜 蓝忘机却已从前代 掏出黄灯灯一定金子 灯一声轻轻搁在柜台上 狠狠地晃了老板娘和魏无羡的眼睛 老板娘随机应变 立刻堆起笑容问 公子 你们道 到底是要几件 这话一下将魏无羡惊醒 他慌不迭要堵住蓝忘机的嘴道 蓝忘机 我来我来 一边抓起金钉子 塞回蓝忘机袖子里 转而飞快地掏出银刻子 敲在老板娘面前 道 一两银子是吧 哪一间 老板娘收起银子 道 二楼左手第一间 魏无羡惊拽拽蓝忘机袖子 上楼 进屋 经过一晚的激战和奔逃 两人都累了 魏无羡惊马里张罗着 赶紧洗洗 上床 春宵一刻值千金 蓝忘机脱衣 摆了鼓囊囊的钱袋子上岸 又咕咚咚滚出两颗金钉子 魏无羡利索地替人捡了收入钱袋 扎紧口子 忍不住问 蓝忘机 你带这么多金子 出来干什么 蓝忘机眼睛在他怀里定了定 欲言又止 满脑子恩爱思想的魏无羡 竟收眼底却想歪了 以为小棒金在嫌自己那么多废话 还不快点脱衣服 他从善如流 掏出怀里的淡放岸上 不忘说 你看 他很好 蓝忘机的眼睛果然对着淡亮了亮 令魏无羡大胆欣慰 立刻宽衣解带 虽然蓝忘机本没有那方面的打算 但经不住魏无羡有啊 何况这种事情一回生二回熟 再推辞 就显得矫情了 躺那么近 魏无羡的火 轻轻一点 就顺利地把两个人都烧着了 这一夜 小别圣新婚 清晨明媚 蓝忘机看着在岸上放了一碗的大珍珠 终于愁愁开口道 无羡 他 可以卖给我吗 什么 卖给你 为什么说卖 魏无羡感觉被轰晕了 结结巴巴道 蓝 蓝忘机 你是想带走他吗 蓝忘机点点头 道 想拿回去给叔父夜晚看 魏无羡脑里小轮子转得飞快 他叔父 不就是他一兄蓝大公子的爹 蓝家带宗主 啊 他这是想要带我跟他生的蛋回家见长辈的意思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寻寻 秘密 第四集 魏无羡激动打断 哎 好啊好啊 蓝忘机 你带回去好了 顺利的出乎意料 经过昨晚拍卖会 蓝忘机已知道这颗夜明珠 非自己那一前代金子的价值可比 他满心感激道 无羡 他任你去我府里 但凡你看中什么 皆可给你 啊 你府里被我看中的 除了你 岂会有别的 蓝忘机的字面意思 被为无羡疏疏伏伏听在耳中 自动翻译成小棒筋 在对自己山盲海誓 魏无羡真心实意表白 蓝忘机 我想告诉你 我从小父母双亡 是云梦江家收养我 江叔叔说了 只要我们情投意合 他不会计较你的出身 魏无羡情绪酝酿的太足 说话有些慢 蓝忘机没有等他表达完 苦恼优惠的街道 可是 我家家风严正 叔父怕是不那么容易答应 魏无羡亚议 我们仙侠之家 都还没嫌弃你呢 你们一窝棒筋 还这么讲究血统纯正 是看不起做扇鱼精的我 还好我是人 魏无羡正要解释 却响起 咚咚咚不疾不徐的敲门声 他走去开门 门口站的是蓝西尘 蓝大公子惊讶 啊 是 莲花湖畔的扇鱼精 魏公子 魏无羡却倍感亲切 熟弱的打过招呼后 扭头道 蓝旺鸡 是你义兄来了 义兄 蓝旺鸡扭头 包含精逸和质疑的目光 射向诗诗然走进来的哥哥 蓝大公子微炯 咳了一声 拍拍他道 旺鸡 我是人 我不想跟你一起 做那耸人听闻的什么 雌雄同体的棒筋 目光环视 又多扫了几眼床踏 聪慧过人的蓝大公子 笑盈盈地问 魏公子昨夜可是与旺鸡一无 魏无羡毫不犹豫 是啊 宰都要被他亲殿抱去见书公了 对大伯哥 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蓝旺鸡耳垂微微一红 将岸上的宝珠 往哥哥面前推 无羡给我了 请兄长先替我带回去的叔父 我迟两日再回 此物贵重 怕放我身上有闪失 啊 为什么 魏无羡听着不大乐意了 我们的宰难道不应该我们自己带吗 岂有让伯伯抱回去见长辈的道理 大公子解释道 三日后是叔父生辰 因叔父早年除腰伤及眼睛 夜间事物不变 旺鸡听说多宝阁拍卖夜明珠 便想买了给叔父做寿领 以供叔父夜间照明 他意味深长地笑道 旺鸡也是为了魏公子 才千方百计 讨叔父欢喜 什么 魏无羡感到仿佛被兜头泼一盆冰水 又被一道雷电劈成焦炭 原来蓝旺鸡昨晚根本不是来保护自己和蛋保的 他是提一袋金子去拍卖会 想买夜明珠的 魏无羡咆哮 蓝旺鸡 你要拿我们俩生的蛋给你叔父当灯用 蓝旺鸡恶意 蛋 什么蛋 他 不是夜明珠 大公子更震惊 他是你们俩生的蛋 善于蛋 昨夜满堂的人不信他魏无羡没关系 魏无羡不在乎 可居然连小棒筋 蛋的另一个爹都不信 魏无羡悲愤的不能自持 蓝旺鸡 原来你是这么使乱中气的人 跟我一起下的蛋你都不想认他 难怪你那天那么绝情的把他丢给我 我把他养得好好的 你现在竟想拿他去送人 给你叔父照明 魏无羡说的心酸 原来自己早就注定是蛋保的单亲爹 大公子听得惊呆了 蓝旺鸡漂亮的脸有些扭曲了 又羞又恼道 我是男子 我不会生 魏无羡委屈 没关系 那算我生的 但他也是你的蛋 蓝旺鸡哑口无言 蓝西辰不可思议 魏公子 他真是你跟旺鸡生的吗 这么大的扇鱼蛋 魏无羡撇撇嘴 我是人 不过是那晚被姐姐变做了扇鱼 但到底是谁身上掉下来的 我也说不准 但这么漂亮的蛋壳 总归是蓝旺鸡才能有的 话音才落 魏无羡发现 两兄弟都用一言难尽的怪异目光打量自己 然后 蓝旺鸡沉声道 我是人 非蚌精 蓝西辰赶紧信誓旦旦 我向魏公子保证 旺鸡确实是人 我与他皆是人 我听旺鸡说过 他那日去斩蚌腰 在蚌壳暂歇一晚 恰与魏公子相遇 谁料你们是艳遇 魏无羡愣住了 目光缓缓投向桌上的蛋 难道他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吗 是人 还是善 就在这时 传出轻微的咔咔声 在三双眼睛惊恶的注视下 但正在曲折 爬开一条又一条细细裂纹 魏无羡最先反应过来 惊喜叫道 啊 他要孵出来了 蓝旺鸡 是我们的孩子要出生了 他骄傲 你会看到 他长得既像你又像我 就像梦里见到的那样 蓝旺鸡的脸 瞬间裂掉比蛋壳还碎 撇开眼睛 蓝西尘也有些顶不住 差点要倒 啪 啪 啪 随着清脆响亮的三声 蛋壳抱碎开来 六只眼睛再次不约而同凑进来看 好肥嫩的娃 皮肤白得发亮 倒是有点像蓝旺鸡的一身颜色 可是脸 脸实在太丑了 嘴巴大而扁 眼睛小得几乎没有 蓝旺鸡不忍直视 魏无羡快哭了 蓝旺鸡 你别嫌弃我们的孩子 蓝西尘呆呆叹道 看来魏公子将他敷得极肥 他是那棒妖所生 蓝旺鸡突然醒悟出声 啊 魏无羡翻江倒海 他是棒壳里早就有了的吗 蓝旺鸡笃钉地点头 大公子失笑 旺鸡你非但没有斩草除根 你们俩还打算当娃养着他 蓝旺鸡瞪着魏无羡 不养 魏无羡飞快应 我听你的 蓝西尘看着二人摇头 道 我替你们将他拿走 旺鸡既然要多多留两日 想来是不舍得魏公子 你们便趁这两日 重新替叔父寻一件受礼吧 蓝西尘偏然而去后 魏无羡信信道 早知道便由这金光扇将蛋买去 今日他便会暴跳如雷 再去找苏家兄弟麻烦了 转而疑惑问人 蓝旺鸡 你昨夜既然不是因为蛋的缘故 为何还出手救我 蓝旺鸡垂着谋道 我当时觉得 夜明珠落在你手里 我或许能买得起 魏无羡愣住 太失望了 他咬咬牙 冷声在问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蓝旺鸡还是垂眸 不想你挨打 哼 魏无羡心意欢 再接再厉 哪个原因是主要的 蓝旺鸡这回不假思索 不想你挨打 魏无羡总算感到满意了 哎 我想带你回家 见见我的江叔叔他们 你愿不愿意 不等人说话 魏无羡愣赶紧补充道 蓝旺鸡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蓝旺鸡道 好 来吧 removal 隔餐 隔狺鸡河 骂 遇 隔鸡 就来 隔鸡